我们这个接着我给你们讲,我们从这个配置文件中来获取连接数据信息,那么怎么来做呢,这个步骤啊,大家都知道,首先呢,我们先创建一个这个property property是这个对象,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是知道,这个对象是在哪里呢,是在咱们的那个UT2包下面,对不对,PP嘛 等于6一个这样的数据实例,那么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呢,咱们可以查帮助文档,这我说,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就查帮助文档,帮助文档说得很清楚 我故意大家走一下啊,我反正我们是知道是怎么写的,6一个嘛,那这直接把它印进去,注意看property呢 呃,它这下面很多包都有这个类,你要选对了,是在UT2包下面这个property 你不要引出包了,好,这个Luke一下,这个Luke呢,不过下一步呢,我们有个函数叫load,是吧,Luke的,这个load呢,你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load的方式比较比较多,呃,可以是一个input stream,可以是个reader,可以可以是,下面这个是load的另外一个方法了,不用管他了,你可以是一个input stream,这个类,但这个类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方法是比较比较单调的,你看啊,input stream这个类, 我们看一下,它实际上呢,它是直接继承的object,object它下面这个各种函数太单调了,所以我们一般不用它,而用它的一个类类,把一个类类实际叫一个负类用可以的,啊,这个,这个,本身就是这种多态的具体体现,我们用那个file,我们用这个file input stream,它的方法就比较丰富多彩了,你看,可以直接指向一个文件,或者一个字串,对吧,我们就简单一点,来,它是load, load,load,我们就用这个,嗯,lue一个file,啊,这个还不行,因为倒是要关闭的问题,啊,倒是你最后退出的时候要关闭,啊,用完了过要关闭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如此这般来做,啊,我们可以在前面先定义一个file input stream, fis等于一个,啊,这个自空吧,自空不自空,因为大家都知道,哎,我问大家突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变量啊,这个变量啊,这个变量放在内,放在内下面属于这个成员属性,可以不给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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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下面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充电这么一个对象,等于6一个,啊,这个为什么提示呢,你fire input stream,fire,这个是没有引包的原因呢,fire fi,fire input stream,str,这写出,str1a,没写出啊,怎么回事,引进去呢,引进去为什么没有提示呢,哦, 应该是,它是个静态的问题,啊,它是个静态的问题,不是室友的问题,是个静态的,因为我们那个静态块里面呢,只能操作静态的变量,对吧,所以它会报错了,这样子来的啊,要大家大家注意,呃,那下面这个呢,我们就直接指向那个文件的路径,这个文件路径呢,就是它,就粘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没有,不用,就不用6了,直接把这个f,fis放进去,fis放进去, 放进去过,这呢,会有一个什么异常操作,是吧,这样干脆把这个异常啊,咱们扩大一点,扩大一点,这事就拿下,然后呢,就开始获取,就是,读取,读取信息,读取信息呢,非常简单,就PP点,它,它,它提供了一个很,很,很,很好的方法,叫get, 读取信息,把这个k给我写进去,我们说,这块,因为大家都熟悉,我就写快点啊,不熟悉呢,我们就讲慢点,现在熟悉了,熟悉了,我就再讲慢,就没什么意思了,它都放进去,好,先拿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给它的,所以说它就获取一下就可以了,呃,这份会出现一个问题,转的问题是吧,转,我把它转一下, 哦,这件事为什么呀,呃,这个为什么,它不是,它没有提示啊,直接就提示了,它这有提示啊,就再来看密码,密码等于PP点,get,呃,这,这直接,它这提供了两个方法是吧,两个方法,不行了,我刚才这个方法写错了,那我刚才这个方法写错了啊,因为这样,刚才返回了一步, 返回了是这个,这个方式可不好啊,这个方式可不好,它不是属于那个方法的,这个,咱们,咱们上次用的是什么方法呀,property是吧,用给它property吧,不要用那个方法,好的,这块让我们这说一下,好,第二个呢,咱们获取它的密码啊,走,啊,密码完了过后呢,就是它的driver,driver的名称,好,再来URL, 第二个名称,好,保存一下,保存一下,它这样子写的话,是连这个都不用转了,它会自动转换,然后这个就一系列就过来了,拿到它过后呢,driver也就自动获取了,是吧,driver自动获取了, 呃,然后我们看看下面要哪些地方修改一下,下面这地方也就不需要修改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类了,可以用这个工具类了,关闭,关闭这个时候除了,呃,关闭呢,大家看到,做完了过后呢,把我们这个,这个资源文件啊, 就是这个文件流得关一下,呃,在上面,这是try cache,这finally,finally,我们关闭,关闭文件流,关闭文件流呢,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咱们这,这边有个,就是fis,直接关了就行, 所以这个代码要严谨点啊,关闭的时候呢,可能会抛异常,呃,try一下,就可以了,代码就喜欢,啊,写完了过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来用一下,看看,能否使用,啊,看能不能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个,比如说现在我创建,我现在这个,现在我,我查询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查询,只要能查询就可以了,测一个查询,查询代码就,咱们就这样直接写了啊,sq helper,sql,s,啊,他直接是进态的是吧,那就这样子写,我们写个4K语句,我记得我这个里面方法很多,我们,我们这里面有个方法,大家跟上思路啊,呃,我们这有个方法叫,叫, sq的query,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呃,用来统一查询那个,呃,执行那个增加,删除和修改的,我们干脆就用这个方法,简单一点,就用一下就行,sql, 那我简单,那我简单里面添加条数据,insert into,enp表,values,呃,那就放两个吧,enp,no,然后呢,给它放一个名字就可以了,values,我这写死了啊,比如是,比如它这个编号是8877,这么一个,肯定目前没有这个人,加个ABC,就是人的名叫ABC, 后面我们还要讲一个方法,就是叫,接unit那种单元测试工具,现在我们说那个加强的时候,说一下就行了,那个很简单,说一下就知道, 然后呢,我们就来执行一下,呃,就是用这个sqherper,sql,herper,它的,它的本身是个静态,静态,它其中是静态方法,所以说直接用它来完成,把这个sql放进去, 因为这次呢,我不需要给它添这个,添加这个参数,说说我自己滞空, 好像就,好像已经可以完成了,是吧,就,就可以了,已经,因为这个工具,那写,写的本身就执行完成,而且把资源也关闭了, 所以我直接运行一下,看有没有报错啊,可能会有报一个错误,就是那个,三个炸包没带过来,呃,不是三个炸包,一个炸包没带过来, 把这个炸包呢,引进来啊,炸包是在这里,我拷贝一份,到我的这个项目下面去, 我直接建一个文件夹,这个呢,大家以前是听过的,利波文件夹,里面咱们沾一个paste的进去, 然后呢,加到项目里边去,好,这就没错了,再执行一下, 啊,他说有一个什么毛病呢,调用无效的参数,这是为什么呀,我们来看看啊, 呃,就看出错是哪一行吧,是在这个16行数据,呃, 调用inserting to mpb of values, mpn o,这个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呢, 无效的参数, 呃,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还有个171行, 这样报道,调用无效的参数, 为什么呀, 是不是连接没拿到还是什么的, 他在报道,调用无效的参数, 哪个, 一马用户笔在连接的时候,他自己自己已经放进去了, 哦,这块没有写全货,是吧,没有写全货,呃,我看看,哎,那么以前测试过是怎么成功的呢, 哦,那上次直接写进去了,是吧,反正我还忘了写两个东西, 还换了写一个秘密,用户名,用户名就是user name, 哦,上次我们吃的是这个,想起来, 咱们吃的这个,这个是对的, 这儿忘写了啊, user name放进去, 还有一个是密码啊, 密码怎么放进去, 好,可以了,重新再来一次啊, 再走一把, 好,这次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呢,我们看看数据会有没有进去呢, 好,进去了一个, 诶,是这个吧, 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代码是很危险的代码, 为什么说危险呢,我们看看, 这个代码现在测试过去了啊, 至少我们添加一条数据是没问题的, 但这个代码绝对是错的, 就严格的讲啊, 针对这一条数据来讲是没问题的,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不是, 不仅仅是一个insure的语句, 它有可能很多操作,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情况啊, 那么看个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模拟这样一个情况, 说, 说什么一个情况呢, 这个代码要完成的功能是这样子的啊, 从编号, 大家看这里面呢, 我们从史密斯的薪水里面, 减掉10块钱, 加到Ilan, 我们从史密斯的这个薪水, 减掉10块钱, 把它减掉10块钱呢, 加给这个Ilan这个人, 那么来看看这会出现什么情况, 从这个史密斯, 从史密斯的薪水中, 到薪水中, 减去10元, 加到哪去呢, 加到, 加到这个Ilan, Ilan的薪水上去, 那如果说, 那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肯定我们就要这么去做嘛, 大家看到, 我们肯定要这么去做, 怎么做呢, 你这是一个事物, 你这是一个事物,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问题, 大家注意观察啊, 我们这执行完, 假如抛出一个异常就很可怕了, 比如现在我把这个语句改了啊, 我这样改, update, update, 然后这个表名, set一个, set一个什么呢, set一个这个sinary, 等于sinary减去一个10, 减去掉10块钱啊, wil一个纸具, wil这个emp, no等于, 史密斯的编号呢, 是737369, 这个大家都知道, 71369, 好, 这个就就算是, OK, 他就执行了, 那么他执行完了过后呢, 当然我们, 我们假设还有个语句, 我们还有个语句, sql等于, 因为你这个减掉10块钱, 必然要加上10块钱, 这样子才是平衡的嘛, 就加了10块钱, 加给谁呢, 加给iلم, iلم的编号呢, 是7499, 啊, 7499, 然后就加, 加给7499, 注意看啊, 加给7499, 那当然, 你这执行了一句话, 你想象还要执行另外一句话吗, 这是肯定的, 点execute, 放进去了啊, 这边呢, 也只, 这两个语句, 我们换一个, 这个换成2, 这个换成2, 会, 好, 这个代码就写完了, 写写完过后呢, 在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说, 我没有抛一场, 可能这个是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注意看, 现在我执行这张代码, 哪哪都写错了, 这写错了, 写这U, 这update啊, update, update, 刚才写成那个query了, 那肯定要执行要除错的, 现在我执行一下, 目前看来, 从这里面没有报错, 那么我们看这里, 好, 斯密斯呢, 就能790了, 而这个Iman加上1610, 这是正常的, 但是大家考虑一个情况, 倘若啊, 倘若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异常, 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异常, 有错误了, 有错误发生, 这样就很可怕, 那么我模拟一下啊, 比如说, 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这还有很多代码, 假设你这还有很多代码, 啪啪啪很多代码, 很多很多代码, 这个我们保不起, 有这一张代码啊, 你将来一个代码写复杂了, 你怎么敢保证, 这两个资讯与卷之间, 没有别的代码呢, 假设我们就故意, 写了一段很错误的代码啊, 8除以0, 好, 各位同学请注意观察, 这必然, 这人必然会抛一个异常, 那么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机会呢, 这个执行完毕了, 在下面的一场没有机会执行, 那又相当于白扣掉10块钱, 我们来再执行一下, 好, 他抛出一个异常,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数据库, 斯密斯是790块钱, 他是1610块钱, 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们会发现, 很可怕一件事出现了, 斯密斯少了10块钱, 但是呢, 并没有给艾伦加胜, 这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并没有把他看出一个整体来对待, 你认为他是他, 你认为这句话是这句话, 而这句话呢, 是这句话, 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你是这么认为的, 而实际上这个, 这两件事情呢, 我们从这个业务逻辑上来看, 应该是具有原子性的, 也就是他们应该是统一的一个整体, 要么全部成功, 要么全部失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 大家看啊, 这样就说明我们这个代码呀, 这样做肯定是, 肯定是有问题至少, 是吧, 我们不能说是错, 至少是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这个怎么做的事情呢, 大家看啊, 这样我们要对这个代码呀, 对这边的一个代码要进行一个, 重构, 要对这个事物进行一个重构, 那么我们来先给大家说个解决方案啊, 我们要这么去做, 怎么做呢, 我们换一种写法了呀, 大家先看啊, 怎么样能够把, 就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怎么把多个DM语句, 看作是一个整体, 或者是看成一个统一的事物, 看成一个整体, 整体那就是一个事物, 然后呢, 统一的提交和回滚, 统一提交, 统一提交, 好, 我们现在开始写这份代码啊, 出来, 开始了, finally, 好, 我们现在把它E上打出来, 假如现在有两个语卷, 这两个语卷呢, 我就不太重写了, 我把它拿下来, 我把它拿下来, 好, 我现在先获得一个, 哎, 这个因为上面定义过来, 对吧, 我说我把它注销一下, 好, 这两个语卷有了啊, 现在我先得到一个连接, 得到一个连接, 这个连接呢, 我们就connection, CT等于, 这样肯定, 要做重新改一改啊, 那么我们这个, eskherber里面呢, 本身, 呃, 他这个连接, 他是有这个方法的, 我记得, 他应该有这个提供的一个, 没有写这个方法是吧, 我写一个就行了啊, 写一个方法, 写一个连回连接的方法啊, 注意听, 他连回连接, 给我一个就行了, savily scientific connection, 就很简单一句话, 一句话就搞定了, 就guide一个connection, 把这个guide connection呢, 呃, 因为这个类已经加载了, 那你要得到一个连接, 无所谓就这样子嘛, drive manager嘛, 就是, 同一个drive manager来获取, 我们看这个地方, 本身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动作, 直接给他返回一个connection就行, return, 啊, return, 这么会有个异常是吧, 呃, 那就这样子, 咱们就这样做, 因为这个连接呢, 他上面也定义过是吧, 上面定义过CT, 那就是这样做吧, try一下, try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代码啊, 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如果有一堂, 把一堂打出来, 这点相当于这个连接呢, 要给外面用, 那就是写个CT来获取, 然后呢, return, CT, 好, 然后就写完了, 就是我可以通过, 我的sq helper, 拿到一个connection, 那如果看的时候, 你们看我怎么做呢, 当然我还是可以用这个sq helper, 这个类了, 点get connection, 这个是看不到, sq helper, get connection, 这个为什么看不见了, 不对啊, 不有这个方法呢, 这都给我剪写了, 有啊, 这做就写了, 有啊, 是以前有一个这个方法, 有一个, 哎呀, 我知道了, 这个方法, 我写了两次了, 我这个方法先不要, 先不要,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那他这里面, 他这个应该也给我提示, 那上面那个也应该提示一个, 为什么没提示出来呢, 看一下, pop的一个stantical connection, get connection, 那我强写这样, 我会, 我看到这个, 是不是又开始抽风了这个, 啊, 我强写刚才报错吗, 不知道有什么错, 没提示, 他居然说没有提示, 我是不是把这个函数写到这个里面去了呀, 我看是不是挤到筷子里面去了, 我不小心, 哦, 你先在修改了, 哦, 对, 我, 我知道为什么了啊, 把这个, 把这个函数写, 我, 我赶紧把这个关闭一下, 这个很讨厌, 这是捣乱, 我写, 我写到这地方才对, 写错地儿, 先把这个关闭一下, 呃, 因为两个文件名字都要一样嘛, 所以说, 刚好就搞错了, 好, 这样子就, 就没事了, 粘过了就行了, 粘过了就行了啊, 是这个, 把刚才把这个函数写到, 不头不头马嘴, 写到人家那个, 把这个马的脖子按到牛的身上去了, 那我改一改就行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它了啊, 然后呢, 各位同学请看, 我们把, 把这个事物啊, 把这个事物, 就是把这个事情当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事物设为, 不要自动提交, 设为, 不自动提交, 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呢, cd.set一个auto, commute, 做一个false, 我们那样讲哈, 假话程序有个特点, 就是说, 他一看到, 我们要执行一个语言, 他目的是自动提交的, 现在呢, 我就认为他不自动提交, 然后呢, 我就开始执行这个一系列的操作, 执行一系列的操作,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这, 先把这个代码先写完啊, 那怎么写呢, 先设为不自动提交, 不自动提交过后呢, 我现在假设, 我创建了一些对象啊, 我们, 我们不要跟他那个打架, statement, statement, ps, 再以6, 啊, 从cd里面获取一个, prepare statement, 然后呢, 我就开始把那个sql写进去, 这是第一个, 嗯, 这呢, 我以一个包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获取第二个, 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获取第二个啊, 我做两个, 这ps2, 这块对这个2, 然后, 这个做完了过呢, 我们这个ps点开始执行, exe, cout, 这个update, 它可以执行这句话, 好, 然后呢, 这个ps也开始执行, coutupdate这句话, 你开始执行, 但是呢, 各位同学, 请注意观察, 因为你这一份, 设为一个自动, 自动提交, 已经是为了, 做事了, 就是说, 我不自动提交, 那么这两句话呢, 它这个时候, 还不会统一的执行, 在什么时候才执行呢, 你提交过后, commit, 才执行, 如果说, 这就是统一提交, 就是把什么呢, 把两个, 两个操作, 把两个操作, 把两个操作, 看作是, 一个事物, 统一提交, 统一提交, 那这个统一提交过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 把你这两个事情啊, 当做一个事情来对待, 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 怎么办呢, 可以回滚, 所以看, 我们如果真的出现异常, 在这里, 如果出现异常, 就会被catch住, 是吧, 如果出现异常了, 如果这个事物, 事物出现了, 出现了异常, 我们可以回滚, 那就把刚才那个回滚, 刚才讲的那个回滚知识点, 融进来了, 它怎么回滚呢, 各位同学, 回滚这个CT里面有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connect对象里面啊, connect对象里面, 这个接口里边,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 rowback to, roback, 看到没有, 这roback, 取消当前事物, 所进行的更改, 并释放什么什么连接, 还有一个人做roback, 可以指定, 回推到哪个保存点, 而这个file, auto commit呢, 是将此连接的, 自动提交模式设为, 设定一个状态, 它没有人是错, 现在我把它改变这个foss了, foss就是说, 我决定什么时候提交, 你不要自动提交, 它自动提交有个什么事情呢, 它一看这个执行, 它就去执行了, 这样不好, 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 你就, 你就要防止它这个事情, 如果那只是fileback语句, 这个没有关系啊, 如果只是fileback语句, 就无所谓了, 全是fileback语句, 那个就事物不事物, 就无关紧要, 但是如果是, 有多个这个增山改的话呢, 这个要小心, 好, 如果真的出现一场, 我们就回滚, 但是要把这个CT提到前面去, 提到这个函数前面去, 因为它一个提交事物呢, 是跟一个连接关联起来的, 就说一个事物, 它是在我们这个情况下, 是没有跨连接的, 就是针对这一个连接而言的, 那这样子我就开始回滚, CT.roback就可以了, 下面你这个要关闭, 关闭资源就关闭资源, 那这个, 这个roback的时候呢, 它本身也要抛一场的,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呃,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再对对待这个代码, 再讲一下啊, 好, 贵头就请看, 此时此刻我也抛一场, 我在这地方还抛一个一场, 90除以零, 显然, 贵头就请看啊, 显然这几方还会抛一场执行的话, 因为我做了离房执行了这句话, 然后呢, 我故意抛了一个一场, 90除以零肯定会抛一场, 抛完一场就被这个开始抓住了, 抓住以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回滚, 回滚就相当于把整个这个事物, 那个就是这个回滚是什么含义呢, 是相当于相当于相当于把所有的更改, 把这个事物所有的操作, 事物的所有操作全部取消, 那么就相当于是这个事都没干啊, 不管你成功了没有还是还是怎么样, 反正都全部取消, 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咱们现在先看一下目前这个情况啊, 目前情况是史密斯是780, 而安宁是1610, 注意看这个这个这个现象啊, 开始走, 抛了一个一场, 抛了一个一场, 不管怎么样, 这句话肯定是成功了, 这句话是肯定成功了, 你你不相信可以可以去看, 那这句话成功了过后呢, 因为你整个这个回滚了, 你回滚了过后呢, 你来查这个数据, 你会发现, 哎, 他真的保存没有问题, 还是780, 还是1610, 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保证, 在同一个事物中啊, 如果你有这个多个更改或者是添加, 能够保证他的一个统一性, 这个事物的解决方案, 这甲瓦呢, 他就这么去控制的, 甲瓦就这么控制的, 但如果说你在这个进行过程中, 不涉及到, 就是在一个事物中, 不涉及到多个, 这个DML操作, 可以不用事物, 再说一遍啊, 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 真正改裁这个块, 你不是多个这个操作呢, 这个事物也无所谓了, 我们把这个句话做一个总结啊, 代码是这样子, 代码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代码粘过来, 把这个代码粘过来, 把这个代码粘到这里来, 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此这么来控制的啊, 如此这么来控制的, 我对这个代码呢, 做一个小小的说明, 对代码本身, 我要做一个说明啊, 说明一下, 说明啊, 说明就是, 如果, 如果一个事物中, 只是, 仅仅是啊, 只有, 只有这个select, 那么, 这个事物控制啊, 事物控制, 可以忽略, 可以忽略, 忽略, 如果一个事物中, 或者一个事物呢, 就是你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在开始到结束, 这就算是一个事物, 如果在一个事物中有什么呢, 有多条, 多个这个update, 多个这个DML语句, 就是多个这个这种语句了, update, insert, 还有像这个demit, 则需要考虑, 考虑这个事物, 考虑这个事物, 就需要考虑这个事物啊, 这点呢, 是希望大家, 要有一个印象的, 要有印象, 那有些呢, 我老师这个, 我怎么来做这个事啊, 你这个事情, 好了, 各位同学, 你要考虑, 如果说, 我跟大家一个任务啊, 说, 请各位同学, 把我这个代码的, 这一块, 肯定是正对他嘛, 他是谁要有点, 把他给我做成这个事物, 你们有办法吗, 老师我这个怎么做呀, 你们有没有办法, 把他给我, 把这块语句给我搞成这个事物, 控制事物, 有没有办法, 大家看过, 刚才为什么要这样, 故意单单拿出去啊, 因为我那样讲不下去了, 再这样讲, 因为我现在不把这个C型拿出来, 大家都知道, 我这直接执行, 如果我直接在这执行的话, 你聪明点, 学生已经想到, 为什么老师要躲过去, 我这update, 我无法控制, 因为他这里面, 一执行这里面, 他这个一个事物啊, 听我说, 一个事物, 他是和一个连接, 连接起来的, 那你这种上来过, 都是一个CT啊, 他马上就做了这个事, 你没有机会, 搞这个事物控制, 你知道吧, 想一想, 大家可能不知道, 老师在说什么, 有同学可以想到了, 你看啊, 我再说一遍, 如果我不把这个CT拿出来, 因为他一个事物啊, 他是跟一个连接关联起来的, 他, 我们现在还没有学这个跨连接的这种事物, 那叫全局事物, 那个后面再说, 现在我们还说的是, 在一个这个数据库里面操作的, 那么这一个事物呢, 他是跟这个一个CT关联的, 如果说, 我不把这个CT拿出来, 而简简单单这样做的话, 那我控制不住, 怎么做呢, 假设我只能吃这么多的啊, 可能大家会, 会考虑到为什么老师不这样做, 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 我躲不去了呢, 我说, sql, harper, 所以听讲啊, 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没这样做, 我为什么没有直接像这样子update, 我把这个字空不就完了吗, 然后呢, 我这下面还这样做不就, 不就结了吗, 为什么没做, 为什么我没怎么去做呢, 大量的人知道为什么吗, 是不是这个不自动提交了, 对吧, 因为我没有机会, 你这样子, 你这样进去过后, 他必然, 他就直接执行了呀, 这个哥们他就, 他不管那么多啊, 他上来过后, 他一看到你这些句话, 他把这个一折到, 一折到过后就开始执行了, 他没管这事啊, 这里面没有事物控制啊, 对不对, 那现在我给大家一个任务, 假设我现在就有多个, 这个update的语句, 我又要求你用事物, 你能不能做得到, 就看你们那个学的灵活, 还是不灵活了, 考考你这个反应啊, 我找他们学的不错, 朱佩玉你知道怎么控制吗, 呃, 等于跟他, 在Paper里面, 就是加个, 我知道是, 具体怎么做, 你能有没有方案, 现在也就是说, 要想办法, 你说白了吗, 对不对, 说白了是不是, 要在这个地方加事物, 在这个函数, 这个, I2Q的update里面加事物,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很,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像朱佩玉说, 我们塞了一个, 这个sauce, 但现在只有一个sauce, 你没有用是不是, 因为他不会做一个整体,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你们如果聪明一点, 就应该想象到, 我们这个sauce语句客户, 做成一个数组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 传的参数作为二维数组, 这事不就完成了吗, 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 在说什么, 你看啊, 我们可以传进来, 多个式个语句, 传出来一组这个sauce的参数, 然后把这稍微的构造, 稍微再做一做, 这事不就拿下了吗, 不理得想象这个sauce没有, 对了, 不是好空气, 还就是能这么做, 因为你现在必须要保证, 两个update的语句, 或者什么多个insu的语句, 它是在同一个连接里面, 因为你要说这两个update的语句, 它在不同的这个, 空内里面, 这个试图就控制不住了, 明白这意思了, 那么我们对这个稍微修改一下, 让我们一起学习, 今天讲到这了, 对吧, 这样子啊, 我不动这个函数, 我不动这个函数, 相当于把它升一下级, 明白这意思吧, 贵人贵人也跟着老师这个思路啊, 你相当于升一下级嘛, 怎么升级呢, 搞成二嘛,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搞成二, 这个参数啊, 想一想啊, 这个参数也能做成二维数组, 二维数组就简单了, 二维数就简单了, 但这个咱们也都能老机一起来做啊, 首先下来之后呢, 你把这个CT裹设成一个什么呀, FORCE, 不要让它马上提交, 连接是不是还是应该得啊, 先得到在, 先得到在设啊, 先得到在设, 不然的话, 它会到一个什么空子真的异常, 你这个时候你先不要, 这地方可以先把它构建起来, 是吧, 那么这边会有个麻烦事啊, 我们看看, TS, TS这个事情我们考虑一下, 循环做就行了, 循环一把, 循环一把, 然后呢, 我先提个思路, 先把它写上啊, 因为这个, 我写到这儿呢, 这一方面我先提个思路, 先把思路捋一捋啊, 得到人间, 肯定有办法做得到, 已经你已经把这个, 你已经把这个多个这个CQ数组拿到了, 而且呢, 这个参数也就是二维数组了,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就开始什么呢, 就是, 循环的, 循环的对, 对什么呢, 这个SQ语句, 你这个这个SQ的数组啊, 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创建, 进行这么一个创建, 进行充电完了, 过后呢, 根据, 根据这个参数数组, 给它设置, 设置, 设置, 然后呢, 再, 再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 这个所谓的, 在每个函数就执行这个, Execute, update, 就是这句话, 就这句话, 然后呢, 再统一的提交, 然后在这个时候, 才做这个CT点, commit, 然后呢, 这地方肯定要加东西了, 你能不能加这CT点, commit是, 上面就commit了, 这就是rubike了, rubike的话呢, 我们把它捕获一下, 就让它回滚一下, 回滚一下, 该抛一下, 还没还可以拍, rubike就做这个事情了, 是吧, 循环的执行不就完了吗, 这事, 执行一个, 来一个执行一把, 来一个执行一把, 这个事情就拿下了, 待会呢, 请大家动动脑筋啊, 这个呢, 我先留一个这个思考题, 待会呢, 大家做练习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同学, 把它能够拿下, 我觉得问题不大, 这个要说, 你说想到这, 所以老师已经把这个事物都提到这了, 我还得老师, 必须没, 必须写出来, 我才能想到怎么做, 那么说实话, 还是要锻炼一下, 还是要锻炼一下, 我这个事物已经给大家了, 这么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整个这段代码呀, 就是, 还是, 还是可以把它封筒到那个, 那个sql, 黑泡里面去的, 是吧, 你还是做了一个这个语卷, 让它传了一堆参数进去, 它就帮你把这个事情拿下了, 这个呢, 我先留个题, 留到这, 留到这, 我就做一个这个, 留个题啊, 一个思考题, 我让大家思考一下, 思考呢, 就弄个小圆进来, 就就思考题吧, 就写, 思考, 就是如何把, 如何把, 如何把事物, 事物直接, 事物控制吧, 事物控制, 直接封装到, sql, herper, 这个内中区, 这样更好吧, 封装度更高嘛, 是吧, 你没有必要说, 上面我要拿个CT出来, 多麻烦, 我们这个, 其实这个思考题呢, 大家上课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啊, 开动脑筋, 反正到这边, 可能要说, 先思考一下, 好, 关于这个事物啊, 这次这个讲了, 关于事物, 我们还要讲啊, 这个大家不要嫌烦, 还得还得讲, 隔离级别, 隔离级别呢, 坦白的说, 很重要, 但是呢, 你不知道也无所谓, 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有些, 有些程序员呢, 他知道事物的存在, 他也一直在编代码, 代码也非常的稳健, 但是他, 他可能对事物隔离级别并不知道, 这又好比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不知道这个事物隔离级别, 不影响你编代码啊, 但是你知道了过后呢, 只能让你对事物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明白这个意思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物隔离级别的事, 好, 我们看看事物隔离级别, 就事物的隔离级别啊, 是个什么含义呢, 我们先看一下, 来, 走一走, 何为事物隔离级别, 隔离级别定义了事物, 你事物之间的隔离程度, 就是他们那个隔离的程度是多高, 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标准化组织啊, 协会里面, 他就定义了这么几种隔离级别, 当然这个隔离级别呢, 是这个标准是这么制定的, 但是不同的数据库厂商啊, 他并不是完全, 他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来执行的, 是吧, 也不一定完全执行, 只是说这是个标准而已,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说这个国家出台了, 说给富士库的员工啊, 必须要一个月发这个2000块钱, 加工, 加班呢, 还得加这个加班, 加班费, 但是这是国家出台的一个政策, 至于你值不值行呢, 这就不好说了, 他可能会参照这个标准, 可能会有些变化, 明白这意思吧, 这个标准组织啊, 他提供了, 他设置了这么四种隔离级别, 一个叫独位提交, 独位提交这个隔离级别是最低的, 叫readuncommitted, 他如果设成这种隔离级别呢, 他就会出现张读, 不可重复读和换读, 待会我会解释啊, 还有一种隔离级别叫独以提交, 那么独以提交过后呢, 他不会出现张读了, 但是他可能会出现不可重复读和换读, 这很重要啊, 也可以设成这个可重复读, 那么如果设成这个级别呢, 就不会出现, 打了X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不会出现就是好事啊, 不会出现张读, 不会出现不可重复读, 但是会出现这个换读, 有些人喜欢把换读叫换像还是换影这个东西, 假的不真实的东西, 如果说成可创新的话, 这个隔离级别是最高的, 但代价也是最昂贵的, 他不会出现张读, 也不会出现不可重复读, 也不会出现换读, 那么我这样讲, 可能大家会非常的, 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事情, 还有一点要跟他说, 而文科呢, 他的事物隔离级别只有三种, 只有三种, 他实现了这个标准组织, 所说的这个读语提交和换型化, 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个read oning这个级别, 那么后面我们会讲, 他只有三种级别, 其中有两个级别呢, 是和这个标准组织定义的是一样的, 还有两种读, 还是这两个级别, 他没有去管他, 他说没有必要, 他认为这个我看看就行了, 他认为就没有必要去实现, 好了, 那么我们就来解释解释啊,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何为张读, 何为不可重复读, 何为换读, 那么每个英文单词呢, 也写到这里了, 是吧, 这个什么dirty read的呀, 还有这个不可重复这张, nonread, repeat able read的, 还有这个换读, 那么, 它们具体是有个什么含义呢, 就要讲清楚啊, 还是有点困难的, 那么我们还是要画图来说明这个事情, 来, 我们先把这几个重要的概念先搞清楚, 好, 先下个定义吧, 何为这个隔离级别, 先下个定义, 简单一个定义啊, 就是事物, 事物的隔离级别, 隔离, 隔离级别, 级别, 用于, 用于这个指定, 事物, 事物的隔离程度, 隔离程度, 是高还是低,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呢,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搞清楚, 这三个, 三个知识, 三个概念, 三个概念, 那三个概念呢, 刚才已经都知道了, 一个叫张读, 这个张是哪个张读, 张读, 就是读的是张东西, 不是说这个张读, 不说人很张啊, 他说这个数据是张数据, 还有一个人叫做不可重复读, 不可重复读, 还有一个人叫换读, 换读呢, 有些人喜欢叫换引, 换引, 好, 我们来解释解释, 画个图来解释一下, 不画图你很难理解的, 各位同学, 事物隔离, 简别, 说明, 示意图, 示意图, 好, 我们来看看, 还是拿什么说事呢, 还是拿这个控制台来说事啊, 用假话程序演示起来很困难, 那么这还是我们的一个, 欧人口数据库, 这就是欧人口实例, 欧人口实例, 好, 现在呢, 假设有两个控制台啊, 就是那个, 我们就叫SQ plus一个控制台了, 这个很简单嘛, 两个控制台, 这是第一个控制台, 我们用假话程序来演示啊, 假话程序演示起来, 不太好说明这个事情, 那么就用控制台来说, 因为控制台它同样也有这个事物的问题, 反正你这个操作, 操作DBMS都有这个事物的问题, 它们两个都去操作这个Oracle了, 那么这个Oracle呢, 现在我假设里面有张表哈, 假设我现在这个Oracle里面有张表, 来看一下, 有张什么表呢, 呃, 咱们就假设一张这个, 呃, 这个这个EMP表吧, 就是这个EMP表, 我简写一下, EMP表有这个EMPNO嘛, 是吧, 还有一个E name, 呃, 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就叉叉叉表示了, 好, 假设这里面有一个人, 一号人物, 假设B号为1, 他叫AAA这么一个人, 还有一个二号人物, 叫BBB这么一个人, 三号人物叫, 啊, CCC这么一个人, 注意听啊, 这有点不好理解, 那现在呢, 我这个, 呃, CyclePlus这里面呢, 他呀, 呃, 他这里面进行了这样, 这样一些操作, 他们同时连到这个Oracle数据公司里去了啊, 那么他进行了一个什么操作呢, 指数他, 呃, 假设他自行的一个DeleteFront, EMP这个表, Ware, Ware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假设他删除了一个人, 我们就找一个人吧, 找一个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找一个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我们换换两个控制台先, 先把这两个控制台先打开啊, 这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 好, 这是第二个, 好, 注意看, 假设这是我们的控制台, 哎, 算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玩意儿很, 很, 很, 很老火, 待会他又, 他又给我凝制在这地方, 他停到那地方, 我待会儿, 好, 就这个, 这是一个, 这第二个, 两, 两个控制台啊, 控制台, 这两个控制台呢, 就分别代表这两个终端, 这两个终端, 好, 我先, 我先这, 这边, 这是第一个啊, 左边这个代表第一个控制台, 这个, 把它稍微的设置一下, 这个, 我得, 我得把它, 刚才不应该关闭一个, 设计, 好, 我们再, 再, 再查一下, 就看, 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呃, 待会儿呢, 我以这个9000这个为例, 9000小红啊, 当然, 可能要, 又对他下手了, 好, 对他下手, 以他来为例, 来讲解咱们这个知识点, 我把这一块呢, 也扩展一下,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头现在, 看到的东西啊, 那都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17行, 小红都在, 它, 它们都还是正常现象, 那么, 待会儿呢, 我让第一个控制台, 执行一个, delete from EMP表, Wire, EMPNO等于, 9000, 这个点, 那么在这一地方呢, 待会儿要做, 就这样几个操作, 呃, 他上来过后呢, 他就select了, select信号, from EMP表, 然后呢, 他又进行了一系列, 其他的操作, 还有, 呃, 这其他操作呢, 我就, 我就用损号啊, 其他的一些操作, 操作完了过后呢, 他又select了, 对, 这两个select啊, 要注意, 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select信, from EMP和这个select信, from EMP是在同一个事物里面,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 这个隔离级别, 一定是在一个事物里面来说的, 事物如果不一样了, 那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啊, 就是说, 我们说, 现在都是针对, 针对一个事物而言的, 只要我在这个空置台不提交, 那么这个事物就没有结束, 这个也是在一个事物里面, 他们两个是肯定不同的事物, 他有他的事物, 他有他的事物啊, 听说, 这个地方的事物和这段的事物, 不是同一个事物, 但是呢, 这边执行的这几句话, 它是属于这个事物的, 而这个delete from EMP呢, 是属于这个空置台的这个事物, 他们两个事物是不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个, 看这么一个情况, 首先解释张读, 首先我们先解释张读, 张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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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熬熬过程中, 根本就不会出现啊, 所以说这个张读实际上是, 演示不出来了, 什么叫张读呢, 来看一下, 当一个事物, 读取另一个事物, 尚未提交的修改的时候, 则, 则, 我们称之为张读, 再说一遍, 当一个事物, 读取了另外一个事物, 尚未提交的修改的时候, 比如说是这个delete语教啊, 或者什么什么, 就如他读取了就叫张读, 那么我们把这个签沾到这里,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oncour他本身有, 会不会出现这个张读呢, 他本身会不会出现这个张读呢, 他不会出现, 注意看, 我现在先让他删除一个点, 注意看, delete, from, enp表, where, enpno, 等9000, 找, 已删除, 各位同学, 请注意, 这个时候, 我在这里查询, 请问, 这个时候我能够, 还能够查到小红吗, 不能够了, 注意看, 是没有的, 但是我先请问大家, 此时此刻, 我这边提交事物没有, 没有, 好, 没有提交, 那么我们来看看, 此时此刻这一头, 就是这边这个控制台, 他看到几条数据呢, 他看到是16条还是17条呢, 17条, 注意看, 因为你这个事物没有提交, 所以我就没有看到, 这说明, 他们没有出现这个张读, 相当于说, oronco在默认的情况下, 是不会出现张读的, 所以张读的问题呢, 在oronco里面是, 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先提到这里, 但是有些数据库, 可能会产生这个, 但现在数据库, 基本上也就把它控制住了, 所以我再特别说明一点, 在oronco中, 在oronco中, 没有, 没有张读的问题, 没有张读的问题, 就是说, oronco不会因为, 你一个事物, 你这个做的修改, 只要你没提交, 我没有读到, 那就说明我没有出现张读, 那么现在我们看他提交了以后怎么办呢, 注意看, 他提交了, commit, 一回车, 好, 注意看, 他一提交, 我们首先看这一头, 他是不是还是看到16条数据, 还是看到16条数据,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是16条数据, 我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此时此刻, 这边看到多少条数据, 16条数据, 告诉大家, 这已经有问题了, 这个称之为错, 这个称之为错, oronco认为这种现象, 是错误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你出现了一种不可重复度, 就是说对一个事物格力级别来讲, 他认为是, 当然这个也不, 刚才我的句话说回来, 也比较错, 至少oronco认为, 这就是另外一种现象, 叫什么, 就出现了一个不可重复度的现象, 那么我们看一下, 说有些时候是严格要求的, 不要着急, 待会再慢慢解释, 在同一个查询中, 在同一个查询, 在同一个事物中, 多次进行, 由于其他事物, 由于其他提交事物所做的修改或者删除, 对, 只是针对这个修改和删除啊, 他就强调了是修改和删除, 这两种提交, 如果别的事物提交了修改和删除, 那么每次我返回结果, 每次返回不同的结果级, 则出现了, 则发生非重复度, 也则发生了不可重复度, 那这个技能可能大家很难理解, 就是说, 你们应该对我们这个常认理解就是说, 你这做修改, 我提交了, 按道理说, 我就应该能够看到它变化是对的啊, 是正确的才对啊, 他为什么会说, 这出现了一个不可重复度的一个错误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有些时候啊, 在有些时候, 我们是要要求, 我们是要要求在整个这个, 只要这个事物一打开, 就是这边这个空车一打开, 它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 它有时候是有这种要求的, 比如说, 什么情况用的时候呢, 打个比方, 注意听讲, 比如说你这个财务报表, 但是叫财务报表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以某时某分为一个界线来进行统计的, 比如说我要统计六点之前, 这个财务情况是什么, 六点以后我不统计, 大家注意观察, 假设一个事物正在对这个报表, 或者是这个入账单进统计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事物提交的数据, 那么这个慢慢大家想, 这个时候我说这个报表是六点以前, 还是六点以后我就说不清楚了, 明白这个意思了, 因为你在六点你是在盘点的时候, 有可能人家还是在入单, 相对数据空间入单, 那么这个时候统计发现, 怎么搞的, 一会是十六个人, 十六个单子, 一会是十七个单子, 他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错误, 他在因为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做这个程序啊, 他就强, 他就是要求, 只要我这个事物, 我这边这个事物没有提交, 那么我在这个六点之前, 六点钟看的东西应该是非常稳定的, 不变化的, 明白这意思了, 好, 这就是出现了一个不可重复度, 那么我们把这个不重复度, 先说到这里, 这有点费解啊, 有点费解, 我们一边讲一边在反复说明这个事情, 大家不用着急, 不可重复的什么具体的呢, 就是说在同一个事物中, 在同一个事物中的同一个查询, 同一个查询, 所以是同一种查询啊, 同一个查询, 你比如这, 我上来先做了, 先做了个新富翁一路, 我刚才, 我刚才看到是什么呀, 注意观察, 我第一次上来, 这个官员还没有提交事物的时候, 我看到是16条数据, 这样子好像好理解点, 我看到是17条数据, 是吧, 我看到17条数据, 但是呢, 这个官员提交数据过后, 我再select过后, 我发现这个select, 我拿到的是16条数据, 那就确实出现了不可重复的吧, 这样可能好理解点了, 十六条数据, 因为我这个事物还没有, 我还没有提交啊, 各位同学请注意观察, 我这个事物我没提交啊, 你提交是你的提交, 你的提交影响到我了, 你的提交影响到我, 我就认为这是不行的, 但是呢, 你看啊, 就说这个事物, 针对这个控制端, 我第一个塞来铝鱼锯, 我看到是17条, 塞来新浮浪银币, 我看到17条数据, 然后呢, 我这里, 我等了一会儿过后, 我这个事物还没提交呢, 然后呢, 你这提交了, 你提交过后, 我这个再查询的时候, 我看到失效数据, 那现在我就迷惑了呀, 那我这个就迷惑了, 我这究竟是17条还是16条, 我迷惑了, 是, 这就是一种, 所谓的, 不可重复读的这个一个错误, 在同一个事物中的同一个查询, 如果, 如果我们看到的结果, 如果因为啊, 这样写, 如果, 如果因为别的事物, 别的事物, 修改或者是删除, 注意, 它专门是什么, 这两点啊, 是修改或者是删除, 造成, 造成, 这个造, 这个造啊, 造成什么呢, 造成我查询的结果不一样, 查询本事物, 这样是啊, 这样写, 本事物, 本事物, 查询的结果, 不一致, 不一致,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现象, 称为, 称为, 不可重复, 重复读, 不可重复读, 也叫, 就这个意思了, 大家明白, 好, 还有一种现象叫患读, 我们再来看患读是怎么造成的呢, 患读是怎么造成的, 再看最后一个概念, 患读, 把这个几个概念讲清楚, 自然这个事物隔离级别大家知道了, 患读, 患读指的是怎么一个意思呢, 在同一个查询, 同一查询, 在同一事物中多次进行, 由于其他事物提交, 所做的插入操作, 造成我返回的结果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患读, 比如说, 各位同学, 请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哥们儿现在开始了, 他现在, 他现在又开始添加了, 他添加了, insert凝图, 他添加这条数据, 这个患读是, 专门针对这种, 这种添加操作而言的啊, 那么enpno, inning, 可能大家听着有点想, 听着有点烦了啊, 有点想, 大家再忍耐一下, 你见到, 我再加一个数据, 比如6677, 6677, 这么一个点, 然后呢, 我加了一个名字进去叫, 呃, jjj, 好, 进去了, 这个哥们儿呢, 有提交了, 各位同学, 请看, 此时此刻, 因为他提交了这个数据过后呢, 我现在看到的, 我这边看到的, 肯定有这个新数据, 因为他提交了嘛, 他提交了一个基金, 我当然看到了, 这种现象, 称之为患毒, 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现在他就, 你看他, 他在查询的时候, 他又, 发现他又, 又拿了一个新的数据了, 他现在更加迷惑了, 究竟是17点还是16点, 更迷惑了, 这种现象称之为患毒, 但患毒是发生在这, 这个这边这头的啊, 对他来说, 我就没这个患毒了, 这个事物是针对他而言的, 所以这个患毒呢, 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一下, 患毒指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 在, 在同一个事物中, 中一个中的, 同一个查询, 同一个查询, 如果因为别的, 我老, 我在强调是别的事物, 别的, 这个我刚才写错了, 事物, 添加, 添加, 造成, 造成什么呢, 造成本事物, 本事物, 查询的结果,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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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 称为, 称为什么呢, 称为患毒, 患毒, 好, 三个就讲完了, 那有些人就要说了是, 既然你说有出现这些情况, 有什么脏毒啊, 有什么这个不可重复毒啊, 还可以说患毒也出现,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oruncle, 本身是可以, 可以他有一种隔离级别, 他有这样一种方式, 来解决这些患毒啊, 或者什么这个不可重复毒吗, 当然有, 当然有, 好的, 各位同学请看, 我们oruncle啊, 我们这个oruncle, 他提供了, 有这么, 这么几种隔离级别, 刚才提到的有三种啊, 我先讲其中, oruncle, 他提供了, sql92这个标准中的前两种, 就是这两种, 他本身有这两种, 那么, 他的这个第一种呢, 是read, committed, moven就是这个级别, oruncle, moven的级别, 就是read, committed, 就是说他认为, 我这个隔离级别, 只要隔离到, committed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这个程序啊, 对这个隔离级别要求并不高, 就是说你可能就希望别人那边, 发生这个西郊, 这边能看到, 那你就射存这个read, committed, 这是个moven的, 我这下面有说明啊, 还有一个叫signalizable, signalizable, 这signalizable就是创行化的级别, 这个级别极高, 这个级别一旦设置了, 那么你就会发现, 他就不会出现, 他就不会出现这个张读, 不可重复读和换读, 而这个读意提交呢, 他会出现这个, 他moven级别嘛, moven级别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的的确确出现了, 不可重复读和换读这两个现象, 如果你设成这个可创行化, 那么这三个现象, 通通的就能避免,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效果啊, 我们先简单演示一下, 这个概念待会把这个图接过来啊, 把这个图接过来, 待会截图, 我们现在来看看, 现在我们看看, 如何把, Oracle的这个事物, 隔离, 隔离, 级别啊, 级别, 设为, 所以什么呢, 这个C-reliable, 就是创行化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称之为, 创行化级别, 创行化, 大家这, 这一次受点苦, 以后就, 你就轻松了, 你会选学生卖C-reliable啊, 觉得这个是个2,000那个事物级别, 你就, 说实话, 你就基本上一眼, 就过去了, 看书也看得很明白, 还可以给别人讲一讲, 是吧, 你, 那时候这块你现在搞不明白, 你就老觉得这个地方, 请你不踏实, 别人一说隔离级别, 你就不敢跟人家讨论这个事情了, C-reliable就串行化, 串行化, 那么,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怎么设置呢, 他这有一个方法啊, 各位同学, 他这有提供的一套方法, 但是再回复他, 设置一个事物级别呢, 他的手法是这样子, Site, Transaction, 这个可以小写啊, 我就写成了, Site, Transaction, Isolation, 这个, 这个Isolation单是这个, 就意味着级别, 隔离的意思, Lever, Lever就是设立, 隔离级别, 你可以设成这个read, committed, 就是默认的, 你如果不设置, 就是默认的, 刚才大家也看到, 我打开一个控制台过后呢, 我并没有做任何的设置, 如果没有做任何的设置呢, 他默认就是这个级别, 这是默认级别, 你可以不去管他, 因为Ironco这个设计者认为, 我们只要设成这个read, committed就可以了, 他认为一般的这个应用程序啊, 设成这个read, committed就OK了, 但是你要防止有些更高的要求, 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就要手动设置, 就要手动设置, 我们来设置, 我们来手动设置一下, Site, Transaction, Assonation, Level, Sysion, 好, 我们来设一下, 这时候我们重新来啊, 整个都提交了, 把这个事务结束, 我们重新来一个事务, 一旦扛密着过后, 这个事务就结束了啊, 我们开始来走, 我以这边为例, 我以这边为例, 我们来看看, Site, Site这个, Transaction, Transaction, Assonation, Assonation, Level, Level, 然后呢, 我就直接设成那个, Site, Nezebola,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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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zebola, 如果你写错了, 它下面有提示啊, 你看啊, 我又回车, 设置成功, 假设你真的写错了, 怎么办呢, 它会有提示, 它下面会说, 应该怎么用, 好不好, 这边你如果这个单词记不住, 也无所谓, 你看它摸着你这两个级别, 好, 现在我已经设置好了啊, 对比方万一, 我再设一遍, 诶, 这已经设置好了, 算了, 就重新来, 重新来啊, 我Commit一下就行, Commit一下, 重新来设置, 诶, 刚才那句话掉不出来了, Site, Trans, A, C, T, I, I, Isolation, I, Isolation, Level, C, R, Nite, A,B,L,E, 好, 设置成功, 这边就是, 大家知道这边就是重新化, 而这边呢, 目的就是那个读以提交, 好, 现在我来做一些操作, 比方说我删除, 我现在看一下, 各位同学, 他这个地方呢, 目前这个数据啊, 我们都可以先看看, 目前这个数据大家都是统一的, 它是17条, 这边肯定也是17条, 不用怀疑啊, 肯定是17条, 好, 现在呢, 我做删除, 我删除这个GGG, 我删除啊, Delete, Delete, From, 威尔, EMPNO, 等于6677, 注意看, 是667777, 6677, 好, 删除了, 删除过, 我们再提交, 好, 呃, 我们现在看, 它会不会出现这个, 张读肯定不用讨论了, 张读肯定不用讨论, 我们看下来有没有出现这个, 呃, 这个, 这个不可重复读, 我们出去看这个时候啊, 他一查询, 他还是17条, 你, 你这边看到的, 你已经提交了事物, 大家看, 确实提交了, 他这边看到是16条数据, 他这边看到是16条数据, 他是16条数据, 而你这边是17条数据, 这已经没有出现这个什么啊, 不可重复已经没有了, 你修改也不会有影响啊, 比如说老师我修改一把, 可以, 你要是愿意修改当然可以, set, 比如说我修改其中一个数据, 比如把这个9922这个人顺品换成, 换这个其他一个人啊, 9922 set, ename等于, 我换成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叫dddd这么一个人, from, enp表, 就是where了, 我忘了一个表名了啊, enp表, set这个, 然后呢, 然后就是, yuh, yuh, so where, where, empno等, 这是什么呢, 我刚才是99992啊, 9992, 所以看9992, 更新了对不对, 我还提交, 我狠一点我提交, 注意看, 他这头肯定改了, 这不用怀疑的, 你看这种他改了, 他确实改成这个dd了, 我们看这头, 这头这个是9992, 我们看他还是顺品呢, 还是这个dd, 因为他这个级别现在没有提交, 他还是保存的这个串形化了, sinex, 新, from, enp表, 我们一查询, 我们发现, 哎, 他还是准柄, 对不对, 这个准柄已经没有这个, 不可重复的这个现象已经避免了, 没有, 我们再来看换读, 有没有出现, insert一条, insert一条, enp表, enpno, enpno, ename, values, 然后呢, 我们现在加一个3333, 这么一个点, 比如就叫这个, 就叫3333吧, 好, 添加进去了, 再提交, 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呢, 他确实有个新的数据了, 这也不用怀疑,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确实有333这个点, 我们看这一头, 有没有出现换读, sinex, sine from, np表, 我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读到这个新的数据, 你这个3335就没有, 所以说, 所以说这种创新, 他这种级别呢, 是最高的, 当然, 你设置的级别越高,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代价就越昂贵, 越昂贵, 就好像, 就好像那个, 他是每个人都要塞一下, 那这是有代价的啊, 所以说, 不到迫不得已, 所以你这个应用程序, 没有这个必要呢, 就无需设置成这个可算计划, 因为他代价比较高啊, 好了, 我们把这个图整个走一走啊, 把这个整理一下, 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好, 这个呢, 就把这个图啊, 这个这个这个图粘过来, 那这个整个把这个现象就, 隔离级别说清楚了, 张读, 不可重复读, 什么一个现象, 把这个稍稍整理一下, 这个呢, 我就结个图了, 结图还方便一点, 结个图做一个小整理, 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好, 也起来了啊, 站到这里, 就是你像这样理解了过后, 你看任何一个书啊, 隔离级别讲, 讲的深度呢, 反正也就是无处其左右, 反正也是这样子了, 讲的再深一点, 可能就是搞学术研究了, 好, 这个串形化, 怎么设置串形化呢, 这里面先讲一个知识点吧, 这是, 如何在这个控制台, 控制, 控制台, 控制台, 设置, 设置这个事物隔离级别, 好, 我把, 我把这个代码就, 三块就可以了啊, 我就, 我就不写了, 就这么一丁点东西, 就这么一丁点东西, 站到这里整理一下, 好, 那么下面这个呢, 你们自己就知道应该是这样写的, 这样写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换成面, 再稍微走一遍啊, 这里面还有几句话, 稍微交代交代, 这个Wade Committee呢, 我这还总结了这么几句话, 就是说, Wade Committee的, 是All-In-Core Modern的事物隔离级别, 保证不会出现张读, 但可能出现非重复读和换读, 换项, 还有All-In-Core Modern的一个说明, Segurn Modern的事物呢, 看起来就像是, 一个接一个的执行, 从效果上可以这么理解啊, 仅仅能看到本事物开始前, 由其他事物提交的更改, 和在本事物中所根换的更改, 你说他就是能够保证, 整个没有变化, 保证不会出现张读, 不会出现这个不可重复读, 也不会出现换读, 还有一个这个All-In-Core还有一个级别, 就是, 叫Red-Own-In, 这个Red-Own-In更狠啊, 这是比那个还狠, 比这个Serialize要求更高, 那么Serialize的隔离级别呢, 和这个Red-Own-In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这样子的, 你就记一句话就行了, Segurn, 干脆这样子, 我这做个笔记, 这个PPT好像有点, 就说一下这个, 这个Orenco, Orenco有三种隔离级别, 三种隔离级别, 哪三种级别呢, 我们把它稍稍整理一下, 放到上面去, 放到上面去, 第一种呢, 第一种, 第一种呢, 就是那个最简单, 是Red, Red, Com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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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呢, 就是那个Serializeable, Serializeable, ABLE, 还有一种呢, 就是Red-Own-In, Red-Own-In, 好, 那么这个Serial, Red-Committed呢, Red-Committed的,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句话, 就可以了, 你打这句话, 能够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就是说, 他能够, 配置他的一个默认级别, 是吧, 保证不会出现什么张独这些, 第二个级别呢, Serializeable, 这个Segurn, 我就说一句话, 那句话说的太啰嗦了, 就说, Serializeable, 可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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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现, 不出现这个张独, 还有不出现什么呢, 不可重复独, 不可重复独, 还有一个就是, 还会也不会出现什么, 也不会出现这个换独, 就可以了, 换独, 但是这个呢, 就是看起来执行, 就像一个一个按顺序执行的, 这个read-only呢, 这个read-only呢, 它这个级别呢, 也能够保证不出现这些, 这个read-only呢, 也可以保证不出现这上面三种情况, 绝对不会出现, 那这样子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那这两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好, 简单说一下啊, 这种我们对这个, 这个read-only-able和read-only做一个对比, 对比就一句话, 我们这种不去讲太深了, 就他们之间的区别, 和这个read-only的, read-only的区别, 就一点, 那一点呢, 就是说, c-reli-able, c-reli-able, 可以执行这个dml语句, 就是说,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你把他设成这个s-reli-able过后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可以, dml语句的, 但是read-only, 指纹度, 能够往里添加的不允许, 明白, 更狠, 再说一下啊, 就是说, 你在这个s-reli-able的时候, 听我说嘛, 我这写的很清楚, 就是说, 你把这个级别啊, 你把这个级别设成了这个, 设成了这个s-reli-able过后呢, 你这本身, 你怎么也可以执行这个insert的语句, 可以执行这个update的语句, 可以执行这个dml的语句, 明白这个意思吧, 但是呢, 如果你躺着把这个级别啊, 你把这个级别, 如果你把这个级别设成这个了, set, set这个, 它这个set的这个only, 它比较简单, 就是一句话, 它的那个isolation都不要, 直接是这么一句话, 如果说, 你把这个级别设成这个了, 我跟大家讲好, 如果你真的执行设成这个级别了, 把它粘过来, 这当然没问题嘛, 你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个insert的语句, 或者是update的语句呢, 它就不让你做, 它禁止这样做, 明白的意思吧, 就这么一个区别, 好, 这个呢,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说, 可以进, 那么read only呢, 只能读了, read only, 只能, 读取, 读取就可以了, 好, 到此为止啊, 我们就把这个级别, 就彻彻底的讲完了, 那么, 哦, 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就是设置整个会话的, 就是你这个, 整个过程都保, 一直是保持这个级别的, 就这样设置, 这样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不是个重点, 还有一点,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惑, 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说老师这个, 那在夹导程序中, 咱们怎么去设置它的级别呢, 大家都知道, 夹导程序它默认了, 就是我们刚才写这个夹导程序, 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事物了吗, 我们确实讲这个事物了, 可是呢, 在这个事物里边啊, 其实, 哎, 我那句话, 我们今天上, 上午写的代码上哪去了, 哎, 哎, 我现在是写到, 哎, 我把这代码撒进去了吗, 赛的这个, 在这里, 在这里啊, 贵同学, 在这里, 贵同学, 请请请提我说最后一句话, 就说, 嗯, 我们这地方, 假网, 既然它是事物, 它应该也有这个一个, 没有任何隔离级别才对啊, 哎, 它没有任何隔离级别, 就是那个read committee的, 那可能同学们就要问了说, 老师, 那我假设这个, 假网程序中, 想去设置它的隔离级别,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它是这么来做的, 在, 假网程序中, 我们, 我们,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啊, 设置, 隔离级别, 怎么设置呢, set, 大家看, 它这边有个叫, 呃, 穿式, 穿式, IQ, IQ, 和它差不多, 那么, 这个地方, 您该怎么写呢, 这边直接写connection, 它这里面有几个精彩变量哦, 看, 呃, 假网提供了5个, 但是5个你不一定传不到用啊, 你看, 如果对对, 而文化来讲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呃, read committee的, 它这里有创新化, 是吧, 还有一个可存复, 都看到没有, re, repeat every read, 还有个transaction mode, 这个相当于什么都不设置, 还有个, 还有个这个甚至, 我还可以读位提交, 就你没有提交, 我都能读得着, 呃, 它也有这么多的级别, 呃, 这种级别呢, 我们一般都不要用了, 太, 太那个什么了, 但是呢, 我曾经, 我刚才在讲这个事物的时候, 我曾经说, 我说, 很多体制纪员, 它并没有关系这个事物级别, 它已能可以写代码, 而且没出任何错误, 这是因为, 假如它本身呢, 它本身有一个这个, 它本身呢, 它会有一个隔离级别, 就是这个read committee的, 你不写呢, 它其实就是这么去设置的, 因此, 你不知道这个合理事物隔离级别, 对你写代码好像也没有感觉, 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将来, 从事一个更高端的, 要求更, 更商业代码要求变严谨的, 就必须要创新化的话呢, 那你这个知识点不会就不行了, 好, 这是把这句话补上去啊, 把这句话补上去, 把这话补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呃, 假话中, 假话中如何设置, 隔离级别, 啊, 隔离级别, OK, 那么它的语法啊, 我就,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熟悉了啊, 就这样写, 沾过来就行, 好, 就这么一句话, 说你的, 就这么一句话, 但是要说的是, 一般情况下啊, 特别说明一下啊, 说明, 一般情况下我们, 我们无需设置,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 这个假话程序员来讲啊, 作为一个假话程序员来说, 无需设置, 程序员, 说, 无需设置, 不需要管他啊, 无需设置, 嗯,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无需设置, 他就是默认就是这个级别, 好, 这就是万一我们这个事物隔离级别的一些, 一系列知识点, 经过了就是, 可以用心理口, 对, 尽后要问他好,